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和大家继续分析国安法一纳 和大家分析一下那个恒指大跌的原因 还有另外就是变版人最需要走路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订阅、赞好、分享、留言 还有记住按着个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接收到高sir的正能量 今天recap一下那个新闻先 李慧琼主席主持内会 跟着最少赶了6名反对派的反对派 即那群PK议员李翔 话说今天选副主席 当然那群美的走狗 美的走狗就一定是趁机又搞事 当然李慧琼主席就很聪明 即是经常都说做主席一定要有智慧 尤其是是议会智慧的 话说今天就是那个选副主席的时间 那就是整班啊 即是泛民借机搞事 那跟着就是 当趕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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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走的时候呢 那剩下的一些 譬如张超雄啊 即是一群一群傲傲子啊 即是还在外面呢 就依舊从丝顾忌 打算用阴波弓 骚扰你为瓶主席 但是你为瓶主席就是我们经常说踢球 各位网友踢球的啦 开自由球就是为了开罚球的时候 不用一定站定的嘛大佬 主席一声令下你回位 现在要选副主席了 你回位 不回位就当你们没有那个没有排名权 跟着就是数五星 给五星时间他们 回位和提名 跟着如果他数完五星 他们没有回位 跟着就够了 宣布自动当选啦 是吧 等于踢自由球一样 不用站定定的嘛 基本上球阵一吹鸡 来来一踢就入球啦 新在北京啊 开人大的马逢角啊 自动当选 哇 真是 完全是 我这么说 泛民愚蠢 打算从丝顾忌 但值得一赞你为瓶主席的 跟着入正题啦 今天就是国安法啦 昨天正协会议开幕之后 今天人大正式开幕啦 跟着在开幕里面呢 议程里面也有个议程嘛 那就是国安法的议程啦 国安法议程嘛 这个消息一出的时候呢 上周呢 未是那么大反应的 就是我们讲早上 跟着啦 就是恒指呢 跌啦嘛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恒指之后呢 就是已经是开始会 开始跌的啦 为什么呢 啊 大家可以留意下 啊 特朗普啊 因为特朗普呢 一声令下出了一句 哇 如果立国安法呢 美国将会有很大的回应 是吧 那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 恒指呢 就开始跌啦 就是说呢 高sir分析就是 裸打 啊 就是那个做事啦 啊 嚇一下香港先啦 就是那个 那么 全日呢 就是跌了一千三百点啊 就是那个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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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恒指啦 这样 像就是 高sir 分析就是 他背后一些的 我们叫的 背后的玩家啦 或者背后的黑金主啦 就是用这些手段去恐嚇特区政府 也都恐嚇 即那个林郑特首 啊 如果立港各安法的话 那要替空香港 就是撤之 touring 这种恐慌传闻 当然高sir这样看 这些小动作就吓不上香港了 因为香港第一 稳健的金融制度 第二 充足的储备 第三 国家的强大的后盾 所以这里是不需要害怕的 但是也可以看到特朗普一声零下之后 外面有些什么动作呢 首先在立法会 可以看到陈淑庄为首 不断抹黑 长毛他们又开记者会 大甲鞋住队记者会 就是说立国安法就是一国两制已死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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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是那个黄之锋又出声 就是那条走狗黄之锋又出声 接着就是那个天使周庭又出声 哇 即是可以看到整班呢 即是我们这样说 就是那个看奸 就是这样说 看奸 哇 排着队啊 排着队去出声 那这班走狗出声了 那接着呢 外间又有些什么动作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肥佬黎 就是肥佬黎 就是肥佬黎 就是表面上就是就是 就是跟这人说 就是说不用怕 就是 但是呢 实际呢 其实他呢 就是最怕 就是跟法庭呢 就是去讲诉 就是谈那个 就是希望呢 可以让他离开香港 就是可以离开香港 将保释金去加大 我记得就是十万元 十万元 但是 但是就是 法庭会不会被你这样做呢 是吧 就是那个 明知道 啊 你身有市 是吧 就是给完保释金 你一走 没有回头 那 为什么要给你去得逞呢 是吧 那接着呢 一纳国安法 大家可以看到 最大 最 最应该受死的 就是一定是哪一班呢 第一 一班 汉奸 肥佬黎 戴耀廷 陈方安身 跟着 跟着 还有什么 陈淑庄 郭荣 莫乃光 就是要求制裁香港的那班 跟着 王之锋 周庭 整班港独派 都需要去受到制裁 跟着 还有哪一班 在游行 发光那些 这样的美国旗啊 什么英国旗啊 就是那些呢 就需要大家 就是需要想想了 另外 四人帮 忘记了 就是李柱铭 李柱铭那条走狗啊 都是需要去 去想想 怎样走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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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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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其他普通市民 是不是需要害怕呢 我又觉得 又不需要害怕哦 因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 平身不作亏心事 野般敲门也不惊 那 我见 譬如很多的Telegram群 哇 那些年轻人好像 害怕到震 全部退群 那 那 那 就是 就是高sir这样看啦 就是那个 我们国家是有一些机会 去给 就是 给一些的 不是 那么 参与得 那么前线的人士的 那 就是 大家 就是知道 《国安法》一出 那 大家曾经做过的 是不是 那 那 基本上他没有说追索啦 第一 第二 也都是 也都是 就算他一通过了 也都没那么快去生效啦 那 所以 怕来做什么呢 是吧 那 我觉得 刚才高sir所说 上述的人士 才需要害怕而已 普通市民 根本不需要害怕 是吧 你又不是走狗 又不是汉奸 又不是其他 就是其他 就是其他人 是吧 所以 第一 第二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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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就是 就是 我们说美国啊 就是 我们说美国啊 正是 国安法 就是 辣到辣到不辣 煽动政府罪 罚二十年 跟着 煽动叛暖罪 罚十年 啊 说英国了 英国了 那个 叛契重罪法 有个叫叛契重罪法 那个呢 就终身 终身 留图 就是 接近终身监禁 就是这样说 就是这样说 加拿大 有个刑法第四十六条 最少罚十四年 跟着 德国 跟着刑法叛国罪 罚十年 跟着新加坡 刑法危害国家罪 无期途刑 就是说 个个国家都有 是吧 就是 为什么香港不可以有 是吧 就是美国也是 双重标准 美国自己 N那么多条 大家看 N那么多条 那些 那些法例 喂 为什么香港不可以有 是吧 摆到明很简单 司马超之心 路人介智 就是因为美国 就是在背后 策动 干预 是吧 你用香港去威胁 我们的国家 那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 就是身为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 被人去玩弄 被外国 是吧 所以高sir 一定是支持这个 《立国安法》的 喂 也都有一些的 就是 有一些网民就说 就是在高sir facebook的page上说 喂 你说民生重要于政治吗 喂 说真的 国家安全 匹夫有责 这个不 就是 何况国家不安全 民生很大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 持续接近一年的黑暴事件 哇 搞到民不聊生 喂 你帮死黑暴 你帮扑街 搞到那些机场市民 没有公开 没有犯开 你还好意思这样说 大哥 是不是 就是那个 你 你如果要怨的话 要怨立国安法的话 倒不如要怨回你自己的手足 就是因为你们不懂 贪性不知书 你不肯收手 是的 不肯收手到最终 喂 就因此你们国安法 是吧 我们去推动23条的时候 你们已经预备了 是吧 那为什么你们现在才可以害怕 怕什么 是吧 倒不如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是吧 就是做一个乖仔乖女 大家一起合力 重建回香港 好过了 另外高sir也这么说 跟所有的汉奸 外国势力这么说 你们要走路 就快点走路了 是吧 是吧 当立了法之后 我怕你们走不掉 是啊 就是 当然高sir很简单 就不会呢 就是幸灾乐祸去串 一些的暴徒啊 你们的 是吧 每个人都在犯错的时候 但是犯错大家肯收啊 没有问题的 是吧 不过当然 如果你说 还有一些 还侧迷不悟的 就是 譬如好像 郭榮鏗啊 那些黑症棍啊 或者是一些黑金主那些 高sir 绝对不会放过 我相信 我相信 国家也都不会放过你们 在这段时间 告诉你们 我相信 很多人也都掌握了你们的罪证 你们的动向 是的 所以说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今天 今天未报啊 就是时机未到的 是啊 你要走的 快点走 好吧 其他市民 就是我们 虽然有一个好消息 但是 都未去到实质立法 方街亦有很多联署 希望大家 各位市民 都要支持这些这样的联署 我们去清晰 告诉中央政府 我们啊 真是很热切 期望 也都很支持这个立法 而高sir呢 就是在每日的两会的期间 有些什么的好消息啊 突发消息 也都呢 是会透过直播 或者是每日的拍片 也都会聚焦于两会那里 每日也都会有文章 去对一些两会通过的政策 或者是所说的一些重点呢 会去折录一些的精华 好吗 高sir的正能量 去到这么多了 记住大家一定要支持高sir的醒目 选民的大行动 另外第二呢 记住2点23分 下午2点23分 支持民众联席的一个 我们叫做网上直播 高sir也有获邀出席的嘉宾去谈23条 还有呢 在国安法里面呢 去和华哥 黑超哥 玻璃珠 大卫sir 和一众的KOL 和一众的港姐 一起我们去支持 这个 这条法案的 好不好 记住大家 记住支持 最后记住 订阅分享 赞好 还有留言高sir的频道好不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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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好